再來看到就是花蓮縣立委復婚旗 先前是因為炒股案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被判刑 兩年十個月定驗 進到了花蓮監獄來服刑 那昨天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是一間光復箱自償外溢監 那預方就表示說 目前復婚旗適應的還不錯 那自償外溢監的副點獄長 也表示說收容過程 一切是按照矯正署的規定 通過兩個月的考核 最快每年三月就可返家探視 收容人推著餐車 準備將餐食送往食堂 花蓮立委復婚旗二十一號下午三點多 從花蓮監獄移到光復箱的自償外溢監獄 那昨天晚上到現在 他整個適應狀況 看起來都還不錯 復婚旗吃素外溢監 晚上提供素食三菜一湯 整體狀況適應良好 未來還將依照興趣 分配到不同的組別作業 至於什麼時候可以假釋 預方也做出聲明 特別簽署個人資料不外洩 外界最關注的假釋申請 暫時無法得知 至於返家探視的可能性 入監後需要滿兩個月 最快得等到明年三月才能考核 返家探視總共時間約四十個小時 而在花蓮服刑時 傳出身體不舒服 外溢也嚴陣以待 那因為我們間內的話 一個禮拜有三次的門診 那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還可以進一步的外衣 目前復婚旗的身體狀況不錯 如果真的不舒服 可以轉往外面的醫院 由於待職入見 預方表示 已平常心處理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